我们的高尔夫球群组 刚好就有人传来一篇文章 他的题目是说 高尔夫球员比一般人可以拨活五年 有权威的教授揭秘 他的关键是因为高尔夫球员 每天花两小时接受某种因素 导致他的长寿 我很好奇就点进去 结果发现理由是什么 健康加财富 知足就是福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谈谈 高尔夫球的运动员 是不是他们的寿命会比一般人要长寿 有权威的教授揭秘 他的关键是因为高尔夫球员 每天花两小时接受某种因素 导致他的长寿 我很好奇就点进去 结果发现理由是什么 他说因为高尔夫球员打球的时候 会接触到紫光 所以他会长寿 他说有一个日本的教授强调说 紫光对联体多好又多好 所以建议大家说多做户外运动 每日要晒两个小时 结论就是这样 这结论到底对还是不对 我觉得有对也有不对 我跟大家分析一下 好首先我们来谈谈他错误的地方 第一个 他说每天要日晒两个小时 才会有益健康 大家想一下 这里面有没有一些感觉怪怪的地方 我们接受日晒的时候 到底晒到什么东西 可见光不可见光 你眼睛看到的是可见光 眼睛看不到是不可见光 包括紫外光红外光 X色线 紫外光里面 他刚刚讲的紫光他所谓的波长是360到400奈米 这样的紫光其实没有那么神秘的东西 他就是长波紫外线 大家知道我们的紫外线他的波长是从200奈米到400奈米 200到270的叫做紫外线C UVC短波的紫外光 那个270到320奈米的叫做中波的紫外光叫UVB 那320到400奈米的叫做长波紫外光叫UVA 好这三种光呢 平常我们大气层有臭氧的时候 UVC会被挡住 因为短波的紫外光已经接近X色线了 这个对人体是有极大的伤害 它是会致癌的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澳洲那边出现说臭氧层破裂的 哇大家都很担心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澳洲人很喜欢晒太阳 如果臭氧层破裂的UVC直接照到地表来 他们这个做日光浴的人 其实不是都有面临得癌的风险吗 所以这个是UVC 那UVB呢 我们平常晒太阳的时候 如果有阳光直射 艳阳高照 你照到很皮肤会热热痛痛烘烘的 很烫的感觉那就是UVB UVB照到我们的身体会产生什么 晒红晒伤 甚至会晒到让你产生皮肤癌 这个要注意 那UVA呢就是说像你白天的时候没有直射的阳光 你看到看得到天空亮亮的 可是没有直射阳光是白天 这种你照到的是UVA UVA呢就是长波紫外光 对我们身体的作用就是会让你晒老 晒斑晒出皱纹来 那这些紫外光如果说对身体有什么好处 我跟你讲哦 只有一个UVB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 因为UVB照射我们的皮肤会帮助我们的皮肤呢 合成维生素D 那这种维生素D就可以帮助你盖子的吸收 对于骨壳的健康免疫功能的改善都有帮助 但是UVB要照两个小时才对身体有帮助吗 错 UVB呢照我们的身体呢 只要照20分钟到30分钟呢 就可以帮助你产生维生素D 我在亲身试验照光来产生维生素D的这个影片当中 有试验给大家看 我连续每天照射20分钟的这个强光 就是太阳光 连续10天之后呢就发现了 血中的维生素D就已经增加了 这个影片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另外呢我在一个失眠的影片当中 也有跟大家提到 每天只要晒太阳光呢 30分钟啊 也可以改善睡眠的问题 那这种太阳光呢 就不一定限UVB啦 UVB UVA对我们的这个失眠的问题 改善都有帮助的 好那这边要跟大家补充一个故事 美国啊有一个卡车司机啊 他年纪只有64岁 可是啊 他的脸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这个右边脸呢 跟他的年龄差不多 可是他左脸呢 居然老化到像90几岁的老先生的脸 而且出现了类似皮肤癌前兆的一些病变 因为这个卡车司机呢 他从三十几岁就开始开卡车 开了30年 他从来不做防晒 每天从美国的东岸呢 开到美国的西岸 再从美国西岸开到美国的东岸 左边的脸呢 刚好对着车窗呢 每天都接受阳光的照射 左边的脸比右边多了30年的老化现象 这个就是什么 紫外线A所造成的 赛老赛班赛咒文的现象 这篇文章第二个错误就是说 高尔夫球运动员 他们的健康 其实也不是从晒太阳来的 其实他们的健康呢 是从运动所导致的一些好处 所带来的 邱斯帮他找到了这篇文章的出处 是在2009年 发表在斯堪地纳维亚 运动医学跟科学这个期刊上面 他的题目是 高尔夫冒号 生死游戏 瑞典高尔夫球运动员的死亡率降低 追踪30万名登陆有案的 瑞典高尔夫联合会的会员 然后追踪一段时间 把他们的寿命跟死亡率 跟瑞典一般民众做了一个比较 结果发现瑞典高尔夫球运动员 死亡率降低了40% 寿命延长了5年 而且还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说handicap越低的人 寿命越长 什么叫handicap 翻译软体 把这个handicap翻译成成成长 不是啦 打球的人都知道 handicap就是差点了 就是handicap越低的人 打的球技越好 甘肃越低 他这个文章当中就写说 handicap越低的人 就是球技越好的人 寿命更加的延长 表示打得更好的人 寿命越好 我认为就是因为 他打得越好 下场的次数多 打球的机会高 比较常运动的意思 这篇文章最后有总结说 打球的运动员 寿命延长的原因 除了他是一种 中强度的体力运动 第二个好处就是 他可以增加社交的互动 跟心理健康 因为高尔夫球是一种 好几个朋友一起打的活动 如果你是跟家人 或者跟朋友 都可以参与这样的活动 朋友之间有互动 你就会减少孤独感 而且他是在户外进行的 可以舒压 可以改善你的情绪 再来就是说 这种球类运动 适合很多人 它是一种低冲击性的运动 对于没有办法进行 高强度运动的 上人年纪的人来说 也是非常好的 因为他可以很温和 很持续的一直做下去 所以结论就是说 第一个 高球运动员的寿命增加 其实是跟这个运动 所带来的生理 跟心理上的好处有关的 可是我们也要记得 打高五福球的人 通常是社会经济 有一定的基础的人 才会经常去打高五福球 他本身 可能就比一般普通人 比较容易获得好的健康照顾 跟好的生活条件 这些生活条件 跟健康照顾 也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寿命 所以会不会也因为这个关系 使他们寿命增加 这个很难去区分开来 不过不管怎么说 这个论文当中 绝对绝对都没有提到说 高球运动员是因为他照光 所以他有寿命延长的好处 我不反对多做户外运动 但不要像这篇文章讲的 就说一次晒太阳 晒两个小时 晒两个小时 只有增加你晒老 晒班 晒皱纹 晒伤 晒红 晒癌症 只有这样的缺点而已 不需要晒那么久 我很好奇 我就把这篇文章下面的 文章的处处点进去 它的日文连结 点不到文章了 所以表示说 原po日文的那个作者 也认为这篇文章的 这个内容有问题 就把文章删掉了 可是我们台湾的那个元气网 上面这篇文章还在 所以我建议元气网 应该把这篇文章删掉 大家如果再看到这篇文章 一定要记住 我跟大家讲的话 晒太阳 绝对不需要晒到两个小时 如果晒到两个小时 才会健康 那我问你 那在大太阳底下工作的工人 最健康的 他们的寿命应该最长 对不对 所以大家不要被误导了 好 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 对你有所帮助 欢迎大家订阅秋一时频道 按赞分享 打开小铃铛 或取这些细节 请在下面按个赞 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到兴趣 想要获得最新的信息 请按订阅 下回见